歡迎回到新聞最聚焦 擁有全台大約118萬有線電視訂戶的中家網路 出售過程可以說是一波三折 如今已經確定了新買家 就是以康師傅泡麵席捲中國食品市場的鼎芯集團 如果說這併購成功 那麼這會讓鼎芯集團一月成為集電信 固網 以及有線電視系統的第一大系統營運商 鼎芯的這一步棋再度掀起了輿論 對於數位匯流時代 企業集團壟斷言論媒體的憂心 伴隨歡呼聲以紫色作為企業識別標誌 鼎芯旗下的台灣之星 在8月25日宣布開台 與此同時董事長魏英交 天拋出震撼單 告訴在場媒體 鼎芯集團買下了有線電視系統中家 我又取了一個媳婦 我現在也是一顆星兩倍的喜悅 如果鼎芯集團與中家 網路寬評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上已經雙方達成一定的協議 默默地敲板定案 到最後一步才在媒體曝光 2006年四幕基金安博凱 以每戶5萬元的成本入主中家有線系統60%股權 今年則以每戶5.65萬元的金額 外傳高達670億的價格進行出脫 學者認為外資除了賺取報酬 一方面也是避免額外升級成本 第一個是有些電視數位化 數位化之後 它能不能享有這樣的高利潤 可能對外資來講 它也需要評估 其實在現階段來看 它雖然面對一些挑戰 但是仍然還是一個高貨利的行業 所以可能有的事業體 它就想要進入到這個市場 對外資而言通路只是商品 只要能賺錢就好 自由市場財團之間的多角化經營 互相併購似乎無可厚非 但學者卻對此抱持諸多疑慮 你在電信的這一塊 網路這一塊我們還不能講 可是一旦進入到系統業 電視地方的有線電視系統的話 等於就進到了媒體領域裡頭 所以它不能再只是 單純視為一種商業行為 所以通路的影響是很大的 那以台灣有線電視系統的情況來看 現在其實是系統業者 是有蠻大的影響力 主管機關NCC認為 頂星集團經營通訊產業 不算直接經營媒體 沒有壟斷問題 但外竿頂星集團營收來源一看 接下鋼師傅控股公司 2013年度合幣營收 高達3364億新台幣 是其家產業全家便利商店 Family Mart的537億 為全食品的292億 加起來的四倍之多 而它的營收來源 卻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當你這個購買者 你本身比如說你的事業 你的營收主要來源 都來自於中國大陸 這樣的一個市場的時候 中國政府可以施施它的控制性 而是透過你一種在企業營運的方式上 來給予壓力 那這樣的壓力當然間接就會 可能影響到台灣的國家安全 2010年香港傳媒一電視 想要入主有線電視頻道遭阻 傳言遭到中加以凱破系統連手擋下 2012年學者黃國昌遭到新聞影射 總陸工事件 引發大規模反聯機募斷運動 學者的擔憂 似乎並不是空穴來風 就像我們當時會擔心 所謂的內容的生產 或者是他可以決定什麼樣內容 可以上什麼樣的內容不可以上 他們會不會公平的對待 所有在上面的新聞媒體 還是會產生另外一部的言論管制的效果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必須要去密切關注的 有了電信網 有了互聯網 有了有線電視網 我們朝三網合一的方向前進 揮別四目基金的中加 主管機關強調將會依法進行審查處理 事務業期盼延當已久的數位化升級 能透過企業遺囑資金來加速進行 媒體觀察專家則呼籲 新精英者必須謹守底線 這些經營者也必須了解到 你今天進入媒體 媒體是一種社會 對 它是一種企業 可是它是一種特殊的企業 有某種社會角色跟社會功能 還有社會責任的企業 那你在經營的時候 有沒有體會跟了解到說 你經營這個媒體的理念是什麼 你只要一旦涉足到媒體 會牽涉到媒體表現這一塊的時候 這一點是我們必須守住的關卡 就是新聞自由的保障 不能夠受到企業經營的影響 從傳統電視到4G網路時代 企業進逐數位匯流的龐大商機 台灣企業能否嚴守企業倫理 亦或是由利益主導經營裡面 民間學者都在看